大家好,之前有粉丝跟我留言说想学这个莫奈的很有名的叫poppy feel 应该就是叫音速画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画这幅世界名画 那首先呢,我这个上面贴的这个胶带啊 这个大家不贴也不所谓 那我们在调色盘上呢,我会记住一些白色和一点蓝 那我用一点点的蓝加很多的白 我们先把这个天空给画上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原作者的话呢 它基本上是在这个一半的上面是天 那我们先大概把天给画上 大概是画到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位置 好,非常的,非常坏啊 直接先把这颜色上上就可以 不用特别担心细节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很多云,会把后面的天都给挡住的 所以我们不用特别担心 大概是在一半,一半 右边的话稍微往下一点 稍微让它到一半往下一点点 对,然后它这个白色多一点啊 然后,对,它到大概这个位置 好,那下面呢,我换一把刷子 换一个这个 换一个这种圆头刷吧 换一个这种圆头刷 然后我先把上面的云给上上啊 那云就是纯白色,我这个刷子呢,上面沾点这个 就上面绿色不用管它,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这个是我们之前画别的东西,上面有一些绿啊 正好留下来画之后的这个树 我这个刷子上沾了点白 我现在看到了,然后呢 往这个上面走 现在我先试一下 在这个位置上,它大概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大云 大概这儿,所以你看就这样子,这个笔画是这样往上蹭就好 你当然可以等它完全干 再做这个事情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特别大关系 因为它这个云画的本身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老照片吧 所以它显得本身就是好像非常的 非常的透明的感觉啊 它这个云 所以大家只要往上 然后它这个左边呢也有一个 有这样一个云 我是按照完全按照它这个 原本画上面的样子给大家画的啊 我知道可能有时候 大家觉得说不用这么认真 只要大概就行 我觉得我们与其 我们既然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再复制这个名画 我们就复制的像一点啊 好,大概往上走 我们先把第一层画上来 让大概也自己知道这个位置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可能再根据要 再根据需要我们再上颜色 好,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 它就云已经往这个方 已经到这儿的位置来了 然后这边呢 这个大家在画的时候 这个我们再看一个negative space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画的时候 你不仅仅在看画这个云 你也是在看这个云和云之间的 那个形状 叫做negative space 这个哪个同学给我翻译一下 这个中文怎么说 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是根据它 比如说后面这个蓝色 是什么形状的 来判断你的云怎么画 比如说我看它后面这个蓝色的 这个圆画 就不仅仅是看云 也是看那个蓝色的部分 是什么形状 好,这个下面也有一点这个云啊 还是白 然后这边其实也有点这个云 大概这个位置 比较淡一点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云 会淡一点 这边也大概有一个云 好,那往下呢 这边这个大云的下面 我们会稍微让它加深一点点 我们看它其实有些这个 到现在这个调色盘上 我沾一点点的黑色 一点的黑色 然后呢跟我这个白呢 让它出现一种灰的颜色啊 一点点的灰 是有点紫 就是因为刚才这个调色 它没有洗干净 有点紫 不用管它 稍微灰一点的地方 再一点点的黑色 让它这个下面稍微 这地方好像是有一些 这个乌云的感觉啊 然后你可以手上蹭一下 这个技巧我讲过的 这边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灰 你可以手来蹭一下 那这边好像也有一点灰的感觉 稍微手蹭一下 让它稍微有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把别的这个 白云的位置 下面大概还有这个位置 有一点白云 对 然后我看这下面 好像一部分这些都是一些 类似于白云的感觉吧 好,就大概先都是 把它涂上来 这个有点发黑 发灰没关系的啊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是先底色 我们等一下再上它这个 我们是先把它大概位置放上去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上一些具体的颜色 好,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位置上定下来了 那下面呢 你会看大概 是它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先来一个稍微的 稍微给它 就勾一个轮廓啊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到这儿 然后呢 这边一般都是一些树 然后有一个房子 这里会有 这个大云的正下方 会有一个树 好 那我们呢正好有这个绿色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树啊 这个树呢 其实也要有底色的 那最底就是最深的这个绿 这个刷子上面 我这个绿色上面有一些 然后再加一点这个黑 我这个用的黑 是我旁边这个调色来上 一个之前用剩的啊 这个黑色 跟我这个绿色加一起啊 然后呢 让它变暗 对吧 好 那这个左边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它是有一个像树的 这样的感觉的 这个位置 然后它这边其实也有一些 也有一堆 也有一堆树 对 然后这里是一棵 在这个最大的这个下面 是一棵比较大一点的树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你看我这个用笔啊 就轻轻地掌握上点 对 大概这样 然后这些树呢 它基本上都快连到一起了 你就这样往上点就好 你要知道这个最大这棵树的这个位置 它是在这个大云的正下方 然后越往右边的这都是一些小一点的树 稍微点一点 然后这里会 等一下会画一个房子 然后这边也是一些小树 看一下 对 这里会有一些小树 同样这样把它点到 一二三四 好 那然后呢 这个下面吧 你先让它上一些颜色啊 这个我们是先 往一刷洗一下 然后拿一个 大一点的一个刷子 然后这个干一点 然后上面要用这个蓝色呢 白色呢 扎一点黑色 让它呈现出一种灰的颜色 然后呢 白色多一点没关系 扎一点绿啊 让它稍微有点偏绿的这个灰 我们就直接先把下面这些地方这样子 这颜色先给这样 都上上 同时呢 对 我们这个第一步 只是来做一个blocking啊 什么画画中呢 经常会 是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这会有小孩 对吧 画有小孩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 白色的地方啊 白色的纸都给 都给它遮掉 对 你就大概的 把这个颜色 给它遮掉 就大概知道 这个位置 等下画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来干这个事情 block out the space 好 加点白 我用的就是白黑 让它求点灰色 然后呢 黑白 然后一点点绿啊 就这样而已 那我右边可能觉得它会更浅一点 所以我再加点 就直接呢 把这个位置上了 先把它都block in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加细节 好 下面这个就block in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照片 要在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妇女 一个小孩 这上面又有一个妇女 一个小孩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来画上面的这个 这个位置 把一些细节加上去 因为上面现在已经快干了 把这个刷子 这个洗好就拿出来 然后呢 把上面的一部分的 这些细节加上 那这个云 刚刚讲过了啊 它白色的这个云呢 我们加白 那首先上面这个地方 现在干了之后 你再 再上这个云就非常的 就非常容易上这个颜色 那它有些地方会渗透出来的呢 正好把下面的刚才这个 渗透的感觉 给出来 非常的 就会更加的逼真啊 所以 大家千万不要就是 说 哎 那个 怎么又在同样地方 又画一次啊 这个一定是层次越多 是越逼真的 同学们 所以 也是希望 你要在这个位置上 多画 所以同样的 这边 同样的啊 大概把这个位置上 boogin掉 下面的这些云 也是一样的 它斜下面有一个 这个云 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这些云 直接就是这样上来 以前都用的 就是纯白色啊 然后先这个 其他下面 这个地方都是云了 因为它这里 已经非常非常的靠厚了 你看这个房子 后面其实都是云 这时候呢 就会把刚才这个 灰色稍微让它 这个渗出来一点啊 就非常 逼真 让它好 然后这边 其实也是有一些云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大概的云 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呢 再开始把这个 树这个地方 让它这个 你会发现 它这个 这个两个树之间 是有点这个绿色的 那么我先把这个绿色啊 这就是一个 比较亮一点的一个绿 大概这个绿 我加一点点的黑 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 你看它稍微还是绿 但是稍微要 暗淡一点点 然后我会把这个位置呢 先把它勾画一下 然后 在每个树之间呢 让它 这个有些这个 有些绿的显示出来 你可以看它的圆化 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这个绿是比刚才 这个绿要怎么样 这要 要脆一点啊 要亮一点 你要看它的圆化 你就发现它这里 是有些更亮一点的绿的 你看这个树 好 然后这个树的 这个绿的正下方 它是有点点偏黄的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 稍微加一点点的黄色 就一点点 同学们 一点点 跟我这个绿结合在一起啊 就是一点点 我再加一点点 让它这个稍微 这个明显一点 这个黄 对 然后加一点点的 这个白色 让它再亮起来一点 然后你看 在这个位置上 这样往上 这样蹭 那你可能觉得 还不够黄 我再加点黄色 对吧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 这个白 让它再亮一点啊 然后 还在这个位置上 对 这个颜色就好很多 就更加逼真 更类似于 它原来这个颜色 然后呢 我再看一下 它这个圆图 然后它在这个位置上 它这个位置上呢 往下来啊 也会有一些这个 大概是这个方向啊 同学 同学们 就是这个方向 放大一点看 对 这个方向还有一点 这个 应该像油菜花的感觉 我觉得 然后这个顶上呢 我再 沾点这个黄 黄 加一点白啊 让它亮一点 有点亮黄色 再加一点白 让它再亮一点啊 这个黄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再让它点一点 对 你看 它这样就非常 非常像的回事 对 它这个树根 这个地方 也有点黄色 稍微有点 若隐若现的 然后你会发现吧 它这个下面 有些地方 有点黄 其实 所以呢 我就先 我就是这样 大概的 若隐若现的 有些地方 我稍微点一点黄啊 用我同样的刷子 我先不用洗 所以有些地方 也稍微稍微点一下 好 然后呢 它这个 这个黄的下面呢 它当然就说 有点绿了 再加点绿 对吧 然后这个位置上 再加点绿 看你觉得 这个绿 是不是有点 太亮了 加一点点黑色 让它 暗下来一点 因为它这个 你看 加了一点黑色 它立刻就暗下来了 中间还可以加红色 让它暗下来都可以 我让它暗下来一点 这个地方有点 太明显了 好 我可以用手 稍微的蹭一下 让它这个blend 稍微的 自然一点 好 这个我们之后 再给修改一下细节 那我们现在呢 把后面这个房子 我先画一下 画一下 让大家就大概知道 我们现在画到 画的是哪个地方 它这个房子呢 它这个房子的房身 是我们用这个白 看是 OK 这个白加 加一点点的 这个黑嘛 让它有点灰 这黑加多了 白 对 然后我甚至给加一点点的黄 让它稍微的亮一点点 我加一点点的这个 刚才这个黄绿在上面 再加一点点的红 黄和红 为什么 我这有一点的红和黄 在我的这个上面啊 你看 因为红和黄 它会出现一种 这种橘色的感觉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你要是调不出来的话呢 你就用灰色也 完全可以了 对 所以呢 大概 它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我感觉 这个房顶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应该是 它的房顶的感觉吧 对 好 那么 它下面呢 我先看 跟这个颜色 有点类似的 稍微再加一点点黑呢 让它稍微再 淡淡一点之后呢 让它有点类似 它下面有些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它有点这种颜色在这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在这个地方 正好我就不用洗刷子了 然后它这个地方 也有点一些类似 可以在这些 若有若无的地方 让它先加一点的颜色 然后这边呢 有些有点加一点啊 让它多点这个层次感 这个是很好的 这我们讲过的 对 它有些地方 稍微的颜色浅一点 有些地方稍微深一点 它前面也是有一个 这个 这样你不用跟我画的 完全一样啊 这个也只是我的观察 这一步你是可做可不做啊 我是觉得稍微让它 这个颜色多一点 多端一点 有点意思 好 那我就刷子洗一下 好这个房子呢 本身呢 我觉得还是 它加这个 加这个灰色的吧 当房子本身 在下面这个位置啊 在这儿 好 房子本身大概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房子上面有一些 你可以看到 我大概一二三四五 它是有五个这个窗户 我拿一个这个 我直接会用 直接用这一把 然后这把刷子 用这个黑色啊 这个点点黑色 然后我点在这个五上面 一 二 三 是吧 这正好一二三 然后四 五 它这中间是有一个树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再加 好 现在这个房子就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 这个树啊 大概的这个 让它画的比较 这个细致一点 看看我这个圆 圆图 OK 比如说它这里 其实是有一个 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树啊 我现在这个 这个刷子上 我先沾点绿色 然后呢 再沾点黑色 然后它按下来 是一个那种 暗淡一点的这个 这个 然后让它往下走 你看它左右两边 是有点这个 稍微这样 浅一点这种绿的 在这个位置上 对吧 然后它上面呢 我再加点这个 它一点点黑啊 让它暗淡下来 上面呢就是 这边有一些 特别干干的 这种感觉 你看这个笔啊 就让它干干的 不要沾水 这边也一样 这个云的那个上面 那个位置上 我看它是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像一个圆的 一个 我加一点点白 让它稍微暗淡下来 在这个位置上 它有一个像一个 小圆的那种感觉 圆球的感觉 大概在这 好 那这个树 你看它本身有一个 这个 我加一点点白啊 然后呢 它有一个这个树干 可以若以若现的 见到在这个位置上 对吧 有一个弧度 大概是这样 那别的地方 有很多这个黑色啊 如果有若无的黑色 你这样可以点在上面 那树的这个层次感 就稍微出来一点 上面有一点黑色 大概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 这棵树就差不多 这棵稍微再加一点啊 让它再饱满一点 好 这棵稍微加一点 那这边其实也是啊 上面有些黑色 那这边也一样 这个 稍微这样加一下 然后右边 这其实是有几颗 你可以把它稍微的 弄明显一点 这个房子这边 是有一颗 稍微挡着了一点的 只有一颗 然后下面 就有一个小的 我刚说 你可以稍微这样 把它点 点到这个位置上来 好 那现在你这个刷子 本身就是这个 深绿色的 你可以在这个下面 稍微蹭一下 它下面有一些 这些绿色的草 你看 给加点绿色 若隐若现 有些位置上 还有一些 没有这么亮 应该 还是稍微淡一点的 有些地方 稍微这样若隐若现的 加一点 这样往上蹭一下 蹭一下就好 然后这个地方 我再稍微蹭一下 让它层次感出来就行了 这个还是没有到 我们这个重点 重点是这个 这个花 poppy poppy flower 你看这些绿色 我大概把它蹭上去 稍微蹭一下 我现在用这个技法 叫做 叫怎么 叫dry on dry 就是我刷子是干的 那我这个 我这个纸也是干的 所以是dry on dry 你看它是我稍微 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角度的 好 然后呢 现在加一点点的这个 白色 在刚刚这个颜色基础上 因为我觉得它 没有我这个颜色这么深 那我加点白色之后 它这个绿就变成 你看就浅一点的绿 是比较好的 那在刚刚的基础上 我从先再上一下 把这些深一点的绿 给稍微遮挡一点啊 同学们 好 这样大概 就大概就不用这么 这么突兀了 可以这么说 然后在位置上 就这样往上蹭 对 稍微蹭一下 我都没的 如果你给我先蹭蹭蹭 好 那 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头系了 就是要画这个 画这个花 我先把这个刷子洗一下 然后呢 这个花其实是 它其实就是 找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它就是一个橘黄色的感觉啊 那我这个 我要是 你看有红色和黄色 可以调出一个橘黄色 或者你要本身有橘黄色 就是可以贴用的橘黄色 也无所谓 或者用红色和这个 我先挤点红色出来 这有点红色啊 红色我挤出来 然后呢 我的黄色 放上去 在这 我的黄色 可以自己来调啊 可以自己来调 这个红色和黄色 那么因为这个是 你看是非常小 找一个最小的刷子 找了一个小的刷子 沾点水 让它湿一点 然后我就用的这个红色 和 和黄色 黄色要多一点 好 你看 现在这个是什么颜色 现在是有点 就是偏橘黄的红 我看看 看圆图的话呢 其实这圆图 基本上就这种颜色了 就是红和黄啊 然后呢 开始画 那你其实就是 怎么样 你就在直接在上面点 那这个点的技巧 就是前面 比如说这个位置上啊 越靠你越近的 稍微点的大一点 然后呢 远一点 远的地方就点的小一点 比如说到这边 你就非常非常快的这样点 点到就走 对 点到为止 点到就走啊 点到就提笔 那离你稍微近一点的呢 包括这部分 它有一个 你看 这边可能稍微大一点啊 这个 这个花 它是有一个这个弧度的 一个坡 它从坡上下来的 这个花是 然后这边有很多 下面这个地方 有很多这个花 因为这个有 等一下画一个小孩 那这个位置上 同样这个颜色啊 同样的 就这样竖着点 然后这边有一点点 有几个 当然了 你要是完 你要是纯复制 这幅画 你要会 就要跟它画的一模一样 那你就要自己数 它这边有多少个 我们虽然说是 我们虽然说是跟着雪 但是我们并不是纯复制 所以我们不需要精确到 把它那个花的数量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只要大概 好 然后这个上面呢 你就这样往上点 轻轻地点 会小很多啊 比起下面 就先点一下 这不要先点它大 好 那 现在呢 有两件事你要干 第一件呢 你要把颜色调浅 你要先把颜色调深 我这刷子不用洗 上面粘白 好 你看这个颜色 就比刚刚这个颜色 要浅了 往远的地方呢 你可以在它这个花的上面 旁边 这样点 这些就是这种 远一点的地方啊 一定要轻轻地点 然后就走 有些地方 弱线也没关系 对 然后这边也一样 那有个同学说 老师你怎么那么喜欢说 对这个字啊 就是自我 自我认可 我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同学 他每次说对 就是 对 对 听得特别爽 好 那下面也是 稍微 可以稍微大一点啊 这个地方 有些地方稍微 可以 你就直接在它原来那个上面点就可以 然后这边也是 然后现在 你再要深一点的颜色 那你这个红 红加多 红多 你看因为有些地方它是非常红的 然后呢 尤其是前面 然后这边有一两个是那种非常非常红 非常非常少的那种 红红的 在后面 比较小 前面的话会多一点啊 尤其是红红 可以直接点上来 然后就是前面这个块 尤其是红红的比较明显 但总的来说还是以这个橘黄色为主 好 还是以橘黄的为主 在我们这个情况下 我们再多加点黄 调出这个橘黄色 对 还是以橘黄的为主啊 那么 这个 这一步 这时候大家这一步就可做可不做 你已经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了 我把大概概念告诉大家 你看这就是 对吧 这个是往 越往远就tap的小了一点 稍微让它弱线 越往前面就可以稍微深一点 然后一些地方稍微的 让它明显一点 明显一点 对 这时候最好你要是有那种圆图笔是更好的 但是我因为没有圆图笔 所以我就用这种笔代替 只是要点的非常小力 你看越往远的地方 就特别的 若隐若现吧 看一下 对 然后有些 它有一些黄色 我等一下再点给你看啊 先把这个先大概点上去 好 同样这个刷子 我都不用洗的 然后我直接上面沾这个唇 唇 唇黄啊 然后在有些位置上 比如说前面这块 它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 若隐若现的黄 我也这样给它点上去 好 大概 大概这样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指它这个整体的这个 就出来了 这个 我们现在这要把这个人物画上去 那人物这时候我们就画得比较简单一点了 那这个人物我们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妇女带的一个儿童 那这个女的上 头上一个帽子 我们先把那个帽子画一下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白色的吧 算是 然后 它大概是 这个位置上有一个 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东西 那是一种形状 在旁边有个小孩子啊 小孩子大概是这个 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你这地方加点这个 蓝色 它会有一个散啊 这个蓝色 先把这个蓝色 和这个 和这个 大概把它这个 散的样子画出来 我发现 那个小孩跟他画有点近啊 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散画出来 大概是 一 二 三 四 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颜色给填上 然后再调 然后这边是他的身体啊 大概是他的手 这个圆画其实没有这么的 我加点黑 因为他圆画没有这么的 这个高清晰啊 它其实没有这么的亮 它是非常暗的 加点白 对 对 它是非常暗淡的 这种蓝 包括它伞里面 这个 裙子也是比较暗淡一点的感觉 那我刚刚这个位置 可能这个位置不太对 我们要重新画一下 然后它这个黑色 有一个这个领结 和这个头发 然后 它再这刷子洗一下啊 然后 脸部是这个灰一点啊 这个蓝 这个黑加这个白 让它变成 稍微灰一点 大概这个颜色 就差不多 然后这个草帽呢 就是白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 然后这个黑色呢 我们大概上一下 我们大概上一下啊 其实你看这个都是非常的随意了 这个尾部分 然后里面稍微的 这个就是我这个画的太小了 就有点看不出来 稍微的稍微的 然后再加 然后我再把刚才把这个 这两个地方把它重新遮一下 这个位置重新遮一下 因为这里鼻子并没有 对我刚讲过 这个是 重新把它脸的轮廓画一下 把这个帽子明显一点 那脸的纹廓呢 稍微深一点点 它一点点黑啊 它应该是跟那个背景的颜色是很相似的 那裙子呢 那裙子呢 这边 这个蓝色 这个手大概往前一点点 出来一点点 好 下面就先往这样子 让它 好 大概的一个形状出来了 然后会把这个伞啊 你会发现那个伞有一个这个特点 它这个旁边是有一个这个 白的来突出它的立体感 和中间也是啊 它来突出的立体感 和颜色 突出这个伞的这个 感觉 哎 表情沾了很多蓝的刚才 换一把刷子 换一个这个小脸的刷子 这个 这个刷子有点又有点太过于那个 太太厚了 好 这个具体我就给大家画出来了 大家自己就是下面 下面之后 好好地把它细致地画出来就好了 好 这就是一个打伞的 然后这边有个小孩 换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小孩是戴了一个帽子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 一个白 这个 加点这个 白上来 在这个伞的旁边 这个位置上 有一个帽子 然后呢 有点这个黑色的这个头发 这个位置 它的一个领结 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脸部啊 比如说我用刚这个颜色 加点点 加点白 大概 它是那衣服是有点 有点浅绿的感觉 这个基础上加点绿 加一点黑 放这个绿淡下来 然后再加很多的白 对 大概这种颜色吧 然后 那只要把它轮廓稍微突出一下 就差不多了 这个除了这个头发 这边 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 眼睛啊 这个领结啊 这之类的 在这边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 帽子的感觉 然后脸部可以稍微让它重新 好 大概的一个这个 轮廓就好了 那这边其实也是啊 这上面是有一个妇人 那加点这个黑色 我看一下这个是 大概的这个样子 是它的这个裙子吧 算是 然后它的上身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黑啊 可以知道看到它这个 其实并没有这么黑 然后它这个领结这个位置 一点白色 一点白色 它的这个手啊 这个地方 然后上面有个帽子 然后它这个 人本身的呢 把它脸部的这个稍微画一下就可以了 红黄加白啊 大概了吧 这个脸部 这个红黄脸色再重一点 因为红黄就是肉色嘛 所以稍微稍微重一点点 我们发现了 它旁边这个树还是 不用管它 大概这样 好 这边小孩子呢 有个衣服 是那种绿的 偏白一点的绿啊 这个在这个位置上 小孩的衣服 然后小孩有个帽子 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它头是朝一边倾斜 I got it 我们家帽子来了 它大概朝这边倾斜 帽子有个帽颜 我加一点点黑 大概显示出一点这个感觉就可以了 好 那很显然我这个画的不是特别仔细啊 但是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就大概把这个 这幅画给大家展现一下 那下面大家 尤其是后面画这些人物的时候 就自己按照它这个圆画的样子 然后呢把它画的细致一点 那这幅很有名的这个 摩来的 poppy field就画完了 好吗 好吗